她的美貌堪称是王祖前和钟立提的结合体 气质独到,虽然一直没有能大红 但是她所饰演的角色却成为一个个经典 她就是朱燕 朱燕生于1974年 据说她曾经参军入伍 转业后还曾从事刑侦工作 1997年,朱燕参加了电视剧《寇老汐儿》而入行 《寇老汐儿》这部剧可不简单 朱燕是葛优和陈道明 但是朱燕在里面只是演一个给王强洗脚的丫鬟 虽然镜头少得可怜 但是还是非常惊艳 朱燕的美介乎于闺秀和玉姐之间 而且她的古装造型都是让人眼前一亮 在《神雕侠侣》试演爽朗大方的陈英 张卫健、甜妞等主演的电视剧《少年英雄方世玉》中 朱燕饰演了一个勾引方世玉爸爸的坏女人孙晴 2001年,在陈道明、思琴高娃主演的康熙王朝 朱燕饰演康熙帝的生母、童妃、孝康张皇后 那叫一个端庄大器 在大S主演的《倩女幽魂》中 朱燕分是音乐太后和乐魔两个角色 相信很多小朋友的童年记忆里应该都会记得 古装武侠剧《小鱼儿与花无缺》 饰演慕容舒、气质雍容 虽然朱燕一直在影视剧中做配角 甚至是反派 但是她的气质突出 演出的角色虽然戏份不多 也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在2010年和潘长江合作的 《能人逢天贵》中 朱燕饰演戏份相当重的沈秀之 在这之后 朱燕便退出了演艺圈 现在的朱燕将精力放在了慈善等领域 成为公益项目免费午餐发起人之一 也经常带着女儿一起参加慈善活动 偶尔也会帮忙客串一下朋友的作品 比如这部《毛驴县令》 也有不识趣的人在微博上讽刺她人老猪黄 但是朱燕却看得很开 淡然回复 岁月是把杀猪刀谁都逃不过 我也一样啊 这样的心境和态度豁达而从容 对于观众来说 朱燕这样一位大美人 不再出现在荧幕上确实很可惜 但是或许对于朱燕来说 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情可能更有意义吧 毕竟过好自己真实的人生 比过好屏幕上的人生更难得 虽然一直没能大红 但是她饰演的角色却成为了一个个经典